她是全网男人心中的完美老婆 面对病重丈夫和她不离不弃 即使年轻漂亮也从不会欺骗网友 她明明可以假装自己单身 却从一开始就把老公晒出来 苏晴晴的生活为何会变成这样 我是邦姐 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网红苏晴晴的生活 视频中这位清秀靓丽的女生 竟然已经结婚 并且她家庭状况 让人出乎意料 苏晴晴今年24岁 看起来充满活力 却已经结婚多年 他们的生活在贫穷中充满幸福 为了给老公治病 选择在江苏郊区租一间最便宜的一居室 吃饭睡觉都在一个房间里 结婚时她以为丈夫是家中顶狼柱 但没想到自己才是顶狼柱 结婚后没多久 她老公就感染带状炮疹 整个人迅速消瘦 并且没有工作能力 最严重的时候 全身充满疹子 就连耳道里都有 老杨差点失聪 他们最困难的时候 身上只有几百块 即使这么困难 他们也不上班 差点连饭都吃不上 但苏晴晴不想放弃 于是带老杨去伤害看病 可医生只能压制病情 不能完全根治 也不能让老杨恢复得 和正常人一样 虽然耳朵逐渐好转 但他的脸却难以治愈 只能像面瘫一样 不能做大表情 需要忍受不定时的抽搐 苏晴晴一直照顾老杨 从老家到江苏 他从未放弃 只是老杨恢复缓慢 在网友眼中 老杨几乎相当于一个废人 曾经能单手抱苏晴晴的人 现在根本抱不动他 当苏晴晴想像别人一样 体验公主抱 但没想到老杨的身体 根本不允许他这么做 晴晴的脚缸离地 老杨就被压垮 不得不放下娇妻 在某些网友眼中 苏晴晴与老杨在一起 真是太可惜 毕竟谁看到晴晴 不想给他好生活呢 苏晴晴不仅颜值高 就连身材也是十分标致 不光穿泳衣吸引人 就连穿最普通的衣服 都掩盖不住魅力 他和老杨站在一起 就像美女与野兽 晴晴自认为在照顾老杨 但平时是老杨负责做饭 而晴晴负责泡药 把药汤担到老杨面前 活像潘金莲和五大郎 但晴晴比潘善良得多 苏晴晴颜值很高 比起专业颜值博主 也丝毫不输 有网友表示 如果他不提前暴露自己已婚身份 绝对会比现在更火 说不定早就住上大别墅 哪里还用在小破出租房里生活 可这违背了苏晴晴的价值观 也触碰了他的底线 虽然老杨生病对他影响很大 但他从不认为这是一件兜人的事 他也不愿意假装单身来欺骗网友 所以他宁愿赚得少一点 活得慢一点 也要把自己真实情况说出来 从第一次发布视频至今三年时间 他收获近百万粉丝 这些粉丝中有因为老杨生病而关注他的 也有因为他的颜值而关注的 他自认为没亏钱别人 赚来的每一分钱 都是靠榜一大哥 清清白白打赏的 对于苏晴晴夫妻的生活方式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关注我 你想看的网红故事 尽在网红闲语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